明年领袖力挺雪州大臣丹斯里·卡丽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多斯里·望阿兹沙 及贵问拿多斯里·安华异口同声强调 促请卡丽辞职的问题并不存在 他说中央领导曾目前无意撤换他的雪州主席党职 安华说卡丽能力受质疑的课题并不存在 正如望阿兹沙在演说时所强调的 雪州这两年来已交出成绩 只是还有一些汇集人民的计划必须紧速落实 安华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雪州公正党内部 出现对州主席兼大臣卡丽不满声音 安华表示卡丽目前仍是雪州主席 同时麦莎案已由卡丽指示相关单位进行内部调查 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领选委员会 也将进行听证会 并由委员会主席兼雪州议长邓张钦主持 此外望阿兹沙说 目前雪州不会有任何职位调动 至于基层不满事件 将在党内部会议进行讨论 望阿兹沙强调 雪州与其他州的明年政府 在两年内明年各种政策表现有目共睹 大家需更加努力实行梁政以造福人民 他以赞赏卡丽坚持 捍卫透明度政策的态度与责任心 何况该党没有重组党中央理事会的计划 所以卡丽受促辞职的问题并不存在 他同时提出数项需注意的事项 其中包括加速行政效率 确保州政府的福利发放到最低层 确保机关与官员旅行任务 推动有效宣传 以及推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经济发展 看一下 kau parte 说我这里给大家安排 岑 仰�神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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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stranger